把握大使板块洞察投资机遇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在塞拉达阿玛看股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3年8月21日 周一美股盘前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反弹莫及抄底 权重或有机遇 那么重点呢 一是说一说微软 然后二一个说一下原由 咱们在上周五就跟大家说了 我是抄底需谨慎 但是呢 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底部的信号 虽然啊 在这个标普盘中的时候 在上周的时候啊 出现过一个不小的下跌 但是在 10点半啊 我印象当中10点半11点的时候 就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止跌的迹象啊 就是在这啊 就是这根十字星输出来 这根这根阳显 对吧 这一个小时 那么我就没有记错啊 这块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止跌的信号 大家注意啊 止跌之后 这个一个小时上去之后 我们可以看啊 他现在离这个零轴非常的远 离零轴非常的远 上去之后 他必然还有往回再踩一脚 再踩一脚的时候 你才能考虑是不是可以博一下反弹 这还不是真正的底 为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再给放大啊 这是一波直接下来 从时间周期上来看 我们看他现在跌的时间是已经是比较充分了 啊 那我们看啊 跌的时间 现在已经跌了 差不多有1015到17个交易日吧 咱们就从这个阴线开始算 到这是16个交易日 咱们就按 26个交易日来计算 就或者按24个这个莫中一世啊 就大概其实这么一个范围 那么按这个范围来说 现在呢 也就是还有一周多的时间 应该呢 这块的顶部结构的作用就已经发挥完了 那么下一步 是不是能够反弹 那么跟宏观面可能有点关系 关键是现在宏观面可能不太好 啊 为什么说宏观面可能不太好呢 因为呢 当公布的这个规计要啊 就比较的这个应啊 这种应呢 可能超出了一些分析师的预期 同时呢 我们今年以来的涨幅呢 又太大 那今年以来的涨幅过大 这块呢 是阿满在上半年的时候 等于是判断了宏观 判断正确了宏观经济形势 判断了基本面的走势 但是判断错了这个股价的走势 所以说被迫在这个四月份的时候 是吧 因为咱们是我说你可以小做空 咱们一直做空 总共在四月份的时候呢 那最终还是止损出来了 止损出来了 转头就做多 是吧 在这块找了一个相对的低位 四个小时的低位 然后就进去了 进去了呢 现在这块呢 显示出来 阿满在上半年的这个整个宏观判断 还是正确的啊 目前来看呢 但是目前的股市走的是什么呢 走的是技术型的 它不是说是跟宏观面 它基本是脱离关系了 那么我们看啊 现在是4360元 咱们当时给出来的 我说 有可能形成一个抵抗的地方 是在4300点到4350点 我当时跟大家说的 我是第一目标 我们现在看到4350 因为4450呢 这块的阻力啊 很小 我认为会跌破 果不其然 在周五的最低点达到了4335 然后后来呢 出现反弹 这块呢 恰恰是它回踩了一下 这个大周期的0.236位 同时也是接近了 接近了我们这个小周期的 就从三月份以来涨幅的 0.382位 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 在这里呢 我觉得您要是做空 做空的啊 可以减一减空单 当然你要做对冲的话 减不减 那就另说了啊 纯做空的 在这块的反弹 大家注意啊 你别看这块反弹了 反弹第一阻力位就在4420点到4450点这个位置啊 这块的4450点你看不见什么 什么线呀 这都看不见 重要的是你能看到什么 看到这儿 这儿有一堆的这个虫码区啊 是吧 这块你可以看 可以看这个 咱不看线啊 就看这这块 这一坨坨的东西啊 这一坨坨的东西都在这了 而我们把这个线均线打开 均线打开 我们会发现啊 上方的均线在这个4450啊 4450到这个4500这块 恰恰是50日均线 和2310日均线 这块更重要的是4500点这个位置 就是2310日均线 又是整数关口 又是这两个均线的 大家可以看这两根均线 我把50日均线就关了 这两根均线的汇集处 对吧 是交汇处 这块的位置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压力的 就即使这波反弹啊 能够比较顺利的反弹上去 我觉得呢 在这个4500点这个位置 也会形成一个较大的阻力 那么他要走ABC三浪呢 我们先不看这4550点 就看到4500点 甚至来说我们现在第一看 先看到的4450点 这块的压力就挺大 上去之后 那么我们就基本上可以测出来一个 他向下的大概齐的跌幅 如果他按照等长跌幅的话 如果他按照这个等长跌幅 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斐波那契的这个扩展 斐波那契的扩展 这块 对吧 那他就是4230点 那么C浪呢 往往呢 又会长于这个A浪 那么到底是在哪 这个不好说 因为你不确定他这个C浪是这样 就是这种N字形的标准N字形的推动 还是这种 就是我所谓的叫先河大身腿 对吧 以时间换空间 咱不知道走哪种 那么我们看他上去之后 应该至少再会下了一脚 下了一脚踩哪 踩4200点到4300点之间这个位置 先看4300点 如果我们可以看 他再往下跌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慢的速度跌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标准速度 标准速度 这是他一个标准的N字形的推动 那么还有一个慢速 慢速就是会这样 慢速就是他反弹的比较慢 慢速这样 慢速就是先河大身腿 如果出现这种慢速的 那就是4300点 应该获得一个比较强的支撑 但是由于现在靠近9月了 大家注意啊 我一直强调 9月是历年来最差的一个月 所以我依然认为 会回补掉这个缺口 就是4230点这个缺口 踩一下4185刀 4210点 同时也是咱们刚才所说的 对吧 到这 然后我们 以这个4500点 咱就按这4500点吧 到这 大家可以看 非常明显的是 给出来的是4237 对吧 那么要是到不了这 到不了这 还有一个4450点 那么就是4193 而同时我们看 斐波纳切的扩展 给关掉 看斐波纳切的回撤 这块的位置 大周期4185 是0.382的回撤位 小周期也不算小周期 其实中周期 从去年3月份以来 是4210点 而江恩的 给出来的数据 是42 对应的是423 那么刚才咱们 又给出一个4237 大概齐的区域 就应该是在 4210点 上下20个点的位置 那么到那里 我们再去看看 有没有底部信号 我们再去介入 这事呢 就大谈而言 所以说 现在呢 我觉得呢 不急着去抄底 个股呢 单说啊 对于这个原油 原油呢 前两天呢 有点小破位 但是我跟大家说过 我说这个原油 你可以减一减仓 减一减仓之后 等的是什么 等的它是4个小时 大家注意 这是一个不规则的底部结构 这块呢 要年和 明年和就起来了 应该是回类一下 然后再起来 然后它现在再往上突 再往上突啊 大家注意啊 这如果是一浪上升 这如果是一浪上升 或者是这是一浪上升 现在呢 不是走三浪 就是走五浪了 总而言之 是这波涨幅的默契 但是默契有时候会 长得很猛 大家呢 拿着剩余的仓位去看一看 再次跌破的位置 我们去止盈的位置 都非常明确了 就是78块8毛三 这个位置 或者你就按78块8 破位 你就止盈出来 往上突 你也不要再加了 往上突 现在呢 目前看呀 90这块是一个大关 能不能到 现在我都表示怀疑 因为4个小时 做的不是底部结构 而是一个金叉 上去之后 就面临着日线的这个顶背离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先看到前期高点 或者比前期高点略高一点 达到这个90的位置 形成头肩顶 这也是有可能了 我们就拿住了 拿住了出现拐头 出现顶部的结构 形成的迹象的时候 顶部结构形成一般的情况下 在期货这层面 就是4个小时 要双顶部四叉 那么在这种情况 我们呢 就要做一个大幅的指定 这是作为原由 对于个股来说啊 微软确实是出现了 咱们在周五的时候就提微软了 在周五的时候咱们就提过微软 微软在周五盘前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我是似乎 它要到第一个支撑位了 大家可以看 这不是吗 我这是写到了的 写到了的 就是说是0.618 实际上是0.382的支撑位 307 但是呢 它差这一步 差这一步呢 差在哪了呢 就是盘中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再探底 盘中的时候 他探311的时候想买 结果呢 没等我买呢 他就拉下来了 拉起来了 我就是在这 我就是在这个314 314 因为他结构形成了 当时我是看的是不展示 不展示 我是在他这块拉起来之后 拉起来之后 它就会形成标准的 两个小时的一个结构 当时呢 看到的 看到的是两个小时 底部背离形成 然后呢 传导4个小时 这一块呢 并不稳固 我的加仓 我的加仓是基于我的仓位很低 我现在呢 如果算上对冲仓位 只有4成 不算对冲仓位的话呢 三成 你把最终仓位再算负的 那我实际是两成 那所以我在这呢 加了很少的微软 做试探性仓位 也就有那么1.5%到2 去买入 微软真正的支撑 在这呢 微软真正的支撑 我们也不要看307了 直接就看289 真正的支撑是在289这个缺口的上方 271到289的位置 那能不能等到 我不知道 所以我在 他第一次出现小周期级别的时候 就开始建仓 并不认为 美股会像现在很多人说的似的 会有一个什么 又有一个跌入熊市 我现在看不见 我现在看不见 他能够直接跌入形式 但是你说他有一个10%的会撤 有没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点 又赶上了 接近9月份了 我们就要在心里 画一个问号 特别是在关键压力位 你该减仓的时候要减仓 甚至来说 你要做一些 做空的对冲保护 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